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昨天的天气非常的类似 晴时多云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不高 只有南部地区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其他地方降雨几率都只有20% 雨应该是下不下来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高温炎热到夜晚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7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只有南部地区就跟昨天一样 午后降雨几率还蛮高的 它是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达到了6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各地都非常的炎热 今天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 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 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大台北地区甚至可能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请大家知道多保重自己防晒防中暑 要多补充水分 而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呢 台北台中宜兰跟花莲目前是28度 台南跟台东目前是30度 高雄跟澎湖目前是29度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用电的压力仍旧是非常的大 昨天呢其实就已经提过说 以昨天这样子的天气结构来说 对于我们的用电跟发电 其实是最不利的 那么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 反而是在傍晚的时候呢 可能要注意呢用电尖峰呢 可能出现的压力 其实果然呢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面 我们是看不到 但是呢从这个台电里头的数字 你看它的那个变化 你就会发现到说 大概是在昨天的7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的倍转容量率掉到 只剩下百分之4.7多 就不到百分之5 其实非常低的倍转容量率 那也就意味着呢 有任何一个机组发生了一点小的状况 或者输赔电发生一点小的状况 就不免会出现大规模停电 不过呢外界并不清楚这件事情 那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自从上一次呢 它的倍转容量率掉到了百分之4点多呢 然后开始内部在讨论 要不要分区停电 那引发了轩然大波之后呢 昨天就再也没有人敢提 分区停电这件事情了 好 可是呢压力是存在在这个地方的 以今天的天气结构 跟昨天的类似的状况来看的话呢 还是要小心注意 今天呢大约在下午4点到 晚傍晚这个8点左右 这个时候的用电高峰 好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 美国股市的部分呢 因为他们是国庆日 所以修饰一天 不过在原油市场的部分呢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1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4.06美元 那至于在北海布兰特原油的部分呢 则小涨了0.2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7.55美元 涨幅0.24% 大概都是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呢 美国的能源资讯署所公布的上周 美国的原油库存意外的减少了1220万桶 这减少的幅度要比预期要来的高很多 这是市场上之所以呢 这个上涨的原因代表呢 供应吃紧 好 另外呢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波动幅度并不大 因为美国股市没有开盘交易嘛 所以呢在美国交易的期货啦 还有包括了汇市啊 其实反应都 交易都还蛮冷淡的 好 那么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持平 每盎司报价价就维持着2369美元 白银的期货呢 小涨了0.2% 而把金的期货呢 小涨了百分之 小跌了百分之 0.6% 好 美元指数呢 也因为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庆日 所以纽约会市呢 是休市一天 那么至于在欧洲的部分呢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延续了 前一个交易日当中 我们看到亚洲股市当中 绝大多数的市场都是上涨的激励之下呢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70点 收盘指数是8241点 涨幅百分之0.86%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上涨了63点 涨幅百分之0.83% 德国弗兰克指数上涨了75点 收盘指数18450点 涨幅百分之0.41% 英国呢 在昨天举行国会大选 那些国会大选的出口民调呢 已经出来了 如外界所预期的工党大获全胜 不过保守党呢 并没有输得像预期中的那么的惨 他仍旧维持了第二大党 然后取得了120席的席次 那至于呢 这个自由民主党呢 则是维持第三大党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谈数字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在经过了这个灾难事的辩论之后呢 现在在美国民主党内部呢 最热门的讨论话题 还是到底要不要换拜登 虽然民主党高层呢 在第一时间说 提前到7月份来提名拜登 来确定 然后来避免这件事情呢 不断的影响美国的 就是民主党的选举的节奏 但是呢 这个话题没有结束 在美国内部呢 其实至少民主党内 已经有两位议员 那么这个要求拜登退选 那现在呢 在美国的金融市场当中呢 已经开始这个 去因应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 包括了呢 现在押注的是川普当选的话 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并且呢 在赌盘当中呢 也押注拜登呢 可能会退选 然后由副总统 他的副手搭档呢 贺锦丽来接棒 那么继续选下去 我们先来看的是 华尔街的因应之道 那么包括了就是呢 最波动幅度最大 当然是债券市场 因为预期呢 那么川普当选 可能会增加通膨的几率 让利率可能更高更久 所以呢 这个现在呢 押注呢 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会往上升 而另外呢 美元会走强 并且呢 银行医疗保险 还有能源股 都有机会上涨 那受害的呢 可能会是人民币 以及墨西哥批索 那至于说 如果贺锦丽来接替拜登 如果他有机会当选 目前看起来 几率是16% 那么有机会当选的话呢 他会更支持福利 以及住房计划 还有紧缩银行的规范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 美国政治上的选举 不过IMG呢 提出了一个警告 他警告说 今年联准会 仍旧有可能降息三次 但他视这个降息三次为风险 而不是机会 那么他说 现在呢 联准会预估呢 2024年只会降息一次 市场普遍认为呢 可能不止一次 也许会有两次 但IMG认为呢 现在最大的风险 不是降一次 或降两次 最大的风险 反而是降三次 如果降三次 就变风险了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子 如果说要降下三次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衰退 那他们提出了 包括了 ISM服务业指数 普遍的疲软 再加上申请事业 究竟人数的上升 都意味着 联准会9月降息的 机率大幅度的升高 而且呢 可能会快速的 必须要降息 这里面呢 反映出来的是 这个 因为刚刚那些经济数据 反映的是 经济下行风险的最领先指标 所以他们呢 反而对于降息次数 多于一次呢 认为是风险 而不是机会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国会大选 选完了之后呢 按照出口民调 那么估计呢 执政党的保守党 预估呢 只会拿到131席 而主要在野党 工党呢 它将会攒获410席 不但很少 单独过半 而且呢 它的这个 取得的席次呢 是创纪录的 是近几年来 近十几年来呢 创纪录的 而第三大党呢 自由民主党 估计呢 也可以得到61席 好 所以呢 英国确定呢 是政党轮替 那不过呢 显然对英国来说 现在已经 很早就已经接受 是由工党执政 好然后换党执政了 所以英国的股市 没有太大的波动 反而是上涨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德国 德国昨天公布了 五月份的工厂订单 意外的月减了 百分之 一点六 这比市场预期的 应该月增 百分之零点五呢 明显的下滑 而且是呢 连续五个月的下滑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个德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AI 那因为人工智慧 助威 那么今天呢 就会公布财报的 三星 这个当然对于台湾的 相关产业呢 也会有它的 这个影响 那么三星今天就会公布 它的第二季的 初步财报 那现在分析师呢 普遍看好三星呢 它在人工智慧的 协助之下 HBM 然后再加上 记忆体的价格 普遍性的回升 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包括了 低润的价格 回升了13%到16% Namfresh的价格 也回升了15%到20% 所以三星的获利 估计可以增加13倍 跟去年同期相比 好 所以呢 它的股价在昨天 已经逼近了 近三年的高点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和融合 那么这个核融合呢 其实被大家高度的期待 因为只要能够成功的话呢 就像太阳一样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不过呢 国际热核融合实验反应炉 是世界上最大的核融合的装置 那现在呢 宣布第二度的延宕 它的测试的时间点 而且呢 它的整个的预算 还要再往上增加 原本预估呢 是2035年可以测试 现在要往后延宕到2039年 而且呢 整个经费呢 从原本预估的50亿美元 到220亿美元 现在估计可能 还要再增加50亿美元 好 那我们来看到 一连串跟特斯拉有关的讯息 那么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 Oltimus第二代呢 昨天呢 在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呢 首度的亮相 现在它的第二代 手指更加的灵活 甚至于可以拿鸡蛋 那这个呢 可能对于特斯拉的工厂的订单 因为它这些人形机器人 是要配置在工厂里头的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对于机器人相关的概念公司呢 影响都是正面的 好那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去传出来说呢 特斯拉将要暂停在印度的投资 今天四月份的时候 马斯克突然取消了去印度的访问 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跟印度的这些相关官员联系 所以呢 特斯拉原本要在印度的投资计划 那么因为特斯拉的资本的资金的调度的关系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那么几率应该是不大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看到说呢 特斯拉的汽车 昨天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采购名单当中 这是江苏省政府的采购中心呢 他们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们因为列出了可采购的名单 其中包括了特斯拉的Model Y 那江苏省政府说呢 这是这个特斯拉申请的 申请可以列入采购的名单 而他们检查了之后呢 合乎规格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采购名单 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斯拉现在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确实良好 而特斯拉呢 虽然在第二季的交车呢 跟去年同期呢 是跌了4.8% 但是呢股价呢 连续性的反弹 使得呢马斯克呢 他再度的重登世界首富的宝座 第二名呢 就是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第三名呢 则是这个LVMH的创办人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跟马斯克一连串有关的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陆港股的部分 所以陆国继续下跌 但港股呢 小幅度的反弹 那商政综合指数呢 下跌了24点 收盘指数2957点 跌幅0.83% 深圳城指下跌了86点 收盘指数是8673点 跌幅0.99%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上涨了54点 收盘指数是18,033点 涨幅0.31% 又重新站回了18,000点 好不过呢 在亚洲股市当中最强的 就是台北股市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大涨了350点 收盘指数是23,522点 涨幅高达1.51% 成交金额呢 也放大到5,499亿元 当昨天呢 台积电是扮演闯官 最重要的角色 台积电呢 一口气上涨呢 超过了1,000元 使得台积电的股价呢 收盘收在1,005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外资 昨天呢 狂买了363亿元 而且呢 昨天在 这个会市的部分 新台币呢 也出现了热钱的回炉 那么大涨了1.52角 来到32.48 台北股市呢 从今年以来 那么涨幅已经超过了 31% 那成为呢 亚洲市场当中 最强的市场 在全球市场当中 主要市场当中 也仅次于 费层半导体 当然也都凸显出来呢 半导体 还有AI呢 对于股市上面的 贡献是非常大的 好的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现场咯